識貨之人 選SAMMY SAMMY選東西 正啊 好來囉 有什麼 快點吃東西了 不要亂了 好來來來 吃少少 假裝代表 好 第一個 脆的 薯片 你已經試到 已經成為專家 我懷疑你就是 一點粉都猜到他 這個是什麼來的 是不是咖喱的 不是 普通鹽 烤烤味 黃色的烤烤味 最普通 基本的東西 年輕人最基本的 他開始普通的東西 現在不吃了 已經知道了 我發覺 破壞了我的人生 我發覺工作是重要的 但人生更加重要 不能犧牲自己的身體 一片仔也不 不要吃 不要吃 其實人們吃得太多 醃製 預先煮 炸的那些 會怎樣 死 會怎樣 飽啊 即是預製的就不好 不要吃那麼多 我經常吃 昨天早上會吃雪糕 整口糖 整口炸薯麵 很難做 你這個工程很偉大 試一下大家再試 我再說一次 工作很重要 我看就知道什麼味道 是啊 目測 烤烤味 你吃過沒有 吃過 吃過 你知不知道什麼味道 大概都知道 吃了不久 三十多年了 所以不用吃 新菜 今天是砍料 砍了一隻 深井燒鵝給你 今天的新貨是 深井燒鵝味薯片 是啊 講明是深井燒鵝 深井燒鵝味 他講到明 剛剛出的 因為他們25週年 出了香港限定版 其中一隻就是這個味道 很多聽眾都發信 說一定要給大哥吃 終於買到了 可以拿來給你試試 這是香港品牌 香港品牌 日本品牌 很多人發信叫你 披霜我吃 你一定要給我試試 我掉了 我給你一噸 人多的關係 要有一噸你吃 其實每天滲一點 他很棒 不用攪拌 有人發信給你 有人發信給你 我聽取文義 我自己也有玩 聽取文義 你叫做立法會議員 叫做官員 他們不聽的 他們不怎麼聽 你只聽我一樣 一個人說話 聽文義 我改名叫文義 我改名叫文義 你以為自己聽文義 好 聞一下 真的有股燒鵝味 聞方面是有的 還要做了坑文 應該是吸了很多味道 唉 真的 但他的樣子挺華麗 Burgundy 酒紅色的 好 像燒鵝 深井的燒鵝和其他燒鵝有沒有分別 其實沒有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最原始是在那邊發起 看以前的歷史 以前有一對潮州夫婦 在那裡開始做燒鵝 然後慢慢發揚光大 所以這個深井燒鵝就特別有名 簡直是燒鵝發原地嗎 在香港的發原地 在香港那邊就是他 香港那邊 我們在香港 香港來講就是深井那邊開始發揚光大 就是深井開始 我住過深井 深井 就經常吃 有一兩間 很小時候就吃 因為我們住在荃灣 所以很小時候也要吃 真的挺好吃 在那裡其實是挺好吃的 熱辣辣 好像很新鮮 那時候其他地方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好吃的燒鵝 現在他們就出來開店了 師傅也多了 好 先試試 它是有燒鵝味還是燒鵝的醬 那個醬 那個醬嗎 是啊 有時候點那個醬 它是燒鵝皮的醬 就是它塗在燒鵝面 是 花椒八角味很重 有燒鵝燒鵝的油味嗎 沒有 你試試 好 我想試試 是花椒八角味 好關注 是呀 是呀 花椒八角 所以它有一點點 你說不是燒鵝 說是滷水味也可以 因為都是花椒八角的味 也不是呀 這個也像 我們有時候下午茶 會吃那個 燒鵝奶粉 或者是雪菜火鴨絲 那個味道 嗯 也有鵝味 是呀 即是燒鵝或燒鵝那種味道 是啊 有 我覺得像是 塗在表面那層 是 那層醬油 現在拿去燒 叫什麼 甜麵醬 它真的有用 有什麼 甜麵醬 就是那隻燒鵝的表面 甜麵醬有什麼 裡面 這也不知道 好像麵糞那些 甜麵 可以 OK 質地和厚一點 可以 它一樣份量 都是普通中型尺寸 那就是10個2 那你覺得新東西值多少錢呢 9個2 哈哈 反過來是倒扣的 因為它又說新口味 吸納多些人 新東西又貴一點嗎 我也是這樣說 來 好 今天新東西 不值得 它和去年一樣 價錢 10個月 減1元 我告訴你 你不減1元 你新東西一定要減1元 對不對 其實這個 花椒八角 廚片 對 你不減1元 真的很難叫我買第二次 你減1元 我就要想一想 否則真的差點 不過這個中式的感覺 都算不錯 我挺欣賞 不夠猴 還想聽早霸王 快點上8001903.com 聽一份節目重玩 早霸王 作詞